今天的話呢是以那個台北市林做事 當然你其實可以找別的練習啦 因為那個資料大平台上面的資料其實是相當的多啦 那我前面講過你可以從 所有資料裡面,像這個首頁這個資料目錄裡面有的所有資料 那這裡面的話就有一大堆 有關 不管是我們那個 11住行 或者是跟治安有關啊,交通有關啊,其實上面都有非常多的東西 他只是說呢,他提供的資料你要怎麼樣可以從這個資料背後啊 去找尋真相,而且呢這個真相是能夠很明確一眼就可以看出 就是說啊 這個 這個問這個很明確的 視覺化,最好是像一個圖我們剛剛給各位看的,就類似像這樣啦,馬上可以知道說到底哪一個菜市場 他的那個 價錢,比如說同一個,那你可以從同一個 蔬菜喔,去做比較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去 當然我講過啦,除了說你可以從那個數據上面去了解之外 其實最好的方,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 到那個 當你不出發,就最好是到當地去考察 比如說你今天是官員好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民情喔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Google,用Google地圖搜尋一下嘛 那所以我剛剛搜尋了一下那個市東市場 喔,那個 看到他的他的那個薪數喔,其實我有點 覺得 有點 這個評論其實還蠻不錯的 而且他 傳統市場能夠有4.3顆星喔 所以他有點像什麼,把那個 菜市場 經營成有點像百貨公司一樣喔,這蠻厲害的 而且喔,你可以點進去那個照片,都光鮮亮麗,一點都不像 傳統市場 所以他賣的貴喔,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啦 因為他 可能那個菜都包裝得很漂亮吧,OK 或者是說呢 他讓你進去的感覺其實都很好啦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附加價值 你相對賣的貴的時候,有的時候大家會覺得 去那邊消費,會覺得值得 另外的話,裡面應該,好像我記得夏天是有開冷氣的 有開冷氣的 傳統市場裡面有開冷氣的 然後你好像有到二樓,二樓好像有墊扶梯吧 不過現在很多菜市場其實也都 走這種 讓你感覺不太像以前那種 髒髒亂亂的 然後黑黑暗暗的那種菜市場 另外的話,我的習慣是說 我到 那個Google地圖之外,我還蠻喜歡看別人的評論 因為這個別人評論的話,有時候這個評論 當然 現在我覺得Google地圖 他越做越完善了 他甚至幫你做評論的分類 以前都沒有分類,有沒有 他比如說冷氣 你看 你看 最多評論,330折裡面跟冷氣有關係的 所以可以想見 大家其實最 覺得自己話題的就是 哇,菜市場裡面居然裝冷氣 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好像應該慢慢也不意外 他等於是一個標杆 或者一個範本 以後應該是全台灣慢慢 只要菜市場 會慢慢也會 變成像市東一樣 其他還有環境 就不會讓你感覺像以前一樣 菜市場一定要 是髒髒亂亂的 然後一定要是 感覺就很不好 像逛傳統賽市場 你會覺得說 一般的你應該不太喜歡逛 我都開車直接進去 可是問題 有些菜市場那個 你連汽車都沒辦法進去 因為都被占滿了 有些小攤販 你連騎摩托車要進去 其實就很困難了 對 所以呢 是不是可以顛覆 我覺得是翻轉 就是說有的時候 是不是 可以試著改變一下 很多東西其實 為什麼一定要 墨守成規 但有時候你要改變 這件事情 其實對 很多人來說 是不能 暫時還是不能 接受的 尤其是老一輩的 老一輩 老一輩很喜歡去逛傳統市場 主要原因是因為 真的太便宜了 我後來發現 我去逛一下 傳統菜市場 那個價錢真的跟我在 超市買的價錢 可能有時候貴兩倍到三倍 甚至更貴 傳統市場的東西真的是 非常非常便宜 便宜到我覺得 哇怎麼會有這麼便宜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要去取捨 你要怎麼樣去 傳統市場裡面挖寶 我想喝這個 OK 其他還有什麼呢 這裡面還有餐飲 等台美食 有沒有 然後 還有小吃店 還有進口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 什麼 有的水準 他水準很高 所以是不是很多那個 像之前 日本人來 會不會 日本人其實 應該蠻喜歡逛這種店的 我發現日本的 那個 菜市場其實都非常乾淨 我的印象是說 大部分都很乾淨 然後 很整齊 很有禮貌 當然是 表面的印象 實際上怎麼樣 當然要另一張別論 至少他表面做的 還蠻好的 OK 那另外的話 習慣怎麼樣 排序這部分 習慣用什麼 評分最低的 如果你評分最低裡面的話 假如說能夠 看到一些 你覺得很不合理的東西的話 那當然 你會覺得說 這個 就可以不要去 不過 你看第一個 他給一顆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賣什麼 賣進口的牛肉 超垃圾 什麼意思 沒有買的時間 價錢是 200 過幾天買變300 這個 價錢本來就浮動的嘛 對不對 你可以不買嘛 是不是 他已經不懂了 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假如給一顆心 你要看看為什麼給一顆心 合不合理 如果說那個非常合理 那你覺得這個評論 是 可以 供參考 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的心態就是 OK 你看就知道 而且有時候你可以看 這個黑烏鴉 他的評論有三則 我敢點進去 這三個 應該 都不太好 對不對 因為這個 心理層面 就是 就是不會 我不知道 黑烏鴉 點進去 所以有時候 你們自己點好了 其實還蠻有趣 最近我發現 Google地圖有一個新的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手機上面才有 就是說 他有那個追蹤功能 就是說你可以去追蹤 上面的每一個人 所發生的事情 有點像慢慢變的IG 跟FB一樣的功能 比如說有些 這個旅遊達人 你想要follow他的話 你也可以follow他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什麼全文 什麼 反正這個看一看 其他我發現 他給四顆其實稍微差一點點 不過看起來好像 什麼早期就進入 OK 南北貨 二樓 有類似美食街 其實感覺 不過 因為位除什麼 天龍國的區塊 所以 生意非常的 不錯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當然如果你實在 以後去台北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不然你就把所有的 台北市的菜市場 全部走過一遍 其實也是一個 不錯 不錯的一個旅程 就是 去勘察那個 台北市菜市場 其他還有什麼呢 這個是 天龍國的 天龍國的那個 菜市場 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 環南市場 環南市場其實就比較傳統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他3.8顆星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菜市場 也就相對比較傳統 但是其實也沒有傳統到那個 就是說露天的那種感覺啦 其實也還算規劃的都還蠻好的 有還有什麼評論 這邊評論裡面的話 比如說停車問題 好像是一個比較大的 菜 等等的 那排序最低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為什麼 真正的大菜市場 這好像有評論跟沒評論差不多 其他好像 攤位很多 有的逛 都不標價 所以不標價裡面意思說你要問 然後你要懂得殺價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殺價 如果你不會殺價的話 真的要練習一下 因為如果到這種菜市場 不殺價感覺好像 就沒有那個逛傳統市場的感覺 殺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逛過 沒有不殺是給他試吃 所以其實真的 如果你想要省錢的話 真的你可以到傳統市場買東西 真的會省蠻多錢的 所以為什麼婆婆媽媽 去買菜 一定要去找那個菜 而且有時候甚至你要找那種 盡量不要太市中心的菜市場 因為真的是最貴 像市中一定最貴 所以如果你要省錢的話 那你當然不要選擇那邊 可是如果你要選擇便宜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像什麼 環南市場 還有像什麼 像那個西湖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西湖市場 環南西湖好像也還不錯 西湖的話呢 其實 他是在哪裡呢 他應該是在那個 內湖 內湖路一段 內湖那邊 其實看起來其實還OK 四顆星 其實評論的蠻多的 買的東西也蠻多的 所以 也有冷氣 而且還有Pizza 其實還有上班族 還有捷運站 離捷運站 剛好在捷運站旁邊 這位置太理想了吧 而且價格又是很低廉的 所以 你們其實不妨 如果你 離台北市不遠的話 可以去逛逛吧 可以去東門 東門很貴 東門比較貴 因為東門在大安區 OK所以 而且東門可以逛永康街 附近走走 永康街現在 稍微 因為外國人沒有來 所以 相對的 稍微差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請各位稍微 注意一下就是大平台上面 我們剛剛是下載這一個 不過未來 今天的話我們至少 除了下載這一個之外 我們還需要下載其他的 可是問題喔 你們如果下載第一個之後的話 然後下載第二個 那你會遇到第二個問題 他這個檔案你把它打開的話 他的日期一定是不 他是從7月 我們剛剛是 一直到 第一個檔案是到7月多少 7月14吧 有沒有 那好像差7月15 為什麼7月15沒有 7月15是禮拜天嗎 OK 從7月16開始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把 這7個 所以待會來 可以想想看 如果要把這7個的檔案全部合併成一個 因為其實應該是完整的 一整年 2019年完整的 可是他把它切成7個檔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分析的是全部的話 那可能有個麻煩點 就是可能 把這個下載之後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C 有沒有 把這個7月份的複製之後的話 再把它貼到 這個下方 但問題啦 如果你再貼 再貼 再貼的話 變成你要貼 另外的6次 總共加起來7次 有點麻煩 所以 順便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用那個VBA 最好一鍵按下去 自動 可以把7個全部抓下來 那這個部分當然會需要有一個 順便 跟各位講一下 有一個方法 開個新的檔案 這裡的話你可以 找到有個功能 其實這個功能就是 除了說我們可以手動去下載這個資料之外 另外呢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那個Excel裡面 有一個叫資料 從 文字檔 那因為呢 它下載的是CSV CSV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文字檔看待 然後呢 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資料 從檔案 對不對 那它會跟我要一個檔案的位置 我這個時候呢 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去抓取這個的位置 丟給它 它就幫我下載 可是問題特別注意 如何把這個的位置告訴它 下載這個裡面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按滑鼠的左鍵的時候 它就下載了 但是 我不是 左鍵嘛 左鍵按下去不就下載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是要下載 我是要去知道說 到底呢 它這個 背後的位置在哪裡的話 就是放在主機的什麼位置的話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不是左鍵喔 請你按右鍵 右鍵的話有一個叫 複製連結網址 意思是說呢 我要知道說 背後這個網址在哪裡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當然我可以先 Try一下 我把它貼在這邊好了 貼上 你看其實就是這一串 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什麼 https 然後一個網站的名稱 背後其實就是 有一串這個相關字 當然你暫時可以不用知道 這東西是什麼 反正就是 意思是說在那一台主機 遠端的主機上面的某一個檔案 那我們其實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資料 文字檔 把剛剛那個連結貼到這裡來 那貼到這裡有什麼好處呢 你會發現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功能 去把那個遠端的這個檔案 把它抓起來 你會把文字檔它就包含這幾個 什麼TST CSV 因為它剛好是CSV 那我們就開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就偵測到 這個檔案在那個遠端的那個主機上 真的有一個CSV檔 它就 幫你 偵測到了 而且 它幫你分析到 這裡面的資料 它的編碼方式 這個不要動 如果這個上面沒有亂碼的話 那你就維持這個編碼 如果它亂碼的話 你可能就要改一下它的編碼方式 目前它底下看到不是亂碼 那再來的話呢 你的標 你的資料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所以把標題打勾 那它告訴它說 這上面這個是標題 下一步 然後 分格符號在哪裡 分格的 資料的分格是用什麼當分格符號 豆點 對 所以你把豆點打勾 然後呢把這個TAB取消好了 其實不取消也沒關係 不影響 這個豆點 然後下一步 然後 再來的話 總共會有12345個資料對不對 對沒錯 所以你就按完成就好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資料放哪裡 你就放A1 那按確定 這樣不就下來了 OK OK 那這個第1個資料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第2個資料怎麼做 第2個資料Ctrl向下 Ctrl向下 我要把第2個資料放這裡 那你想說是不是又再來一次 其實是 從 有沒有 再假設啦 如果說你 要再下載第2個 因為其實網頁上總共有7個 有沒有 那不是 理論上你按右鍵再把第2個複製 然後再放到這邊把它貼上 第2個嘛 然後再來 其實同樣的動作 不過要等於做7次就對了 所以下一步 這個應該是分隔符號下一步 逗點嘛 這個動作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們按完成 只是說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放哪裡 我要放這裡 可是問題來了 當然問題 你如果突發煉鋼你要做7次 那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做什麼 最好是可以 把這個做7次動作 只要做一個程式 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讓它 可以不要做7次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完成的話 那我必須要想個方法 就是把它變成程式 OK 那這個其實我們現在 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網路爬蟲 網路爬蟲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資料在網路上 我把它爬到我的 電腦裡面 的這個相對動作 那這個爬蟲動作的話 並不是利用人工的 而是利用程式來完成 但問題來了 這個程式怎麼產生 你想說老師我不會寫這個啊 沒關係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動作做什麼 錄製聚集還記得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待會做一件事 第一個 先把剛剛的動作 先做一遍 然後等於剛剛是彩排 然後 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把它錄製成聚集 第三個的話 再寫一個回圈 你們還記得吧 回圈 就是重複做 因為有7次 所以是for i 等於1到7 它就跑7次 有沒有 然後呢 把資料下載 你就只要往下放就可以了 OK 那至於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了解一下 我剛剛重點 第一個 我們現在 Excel開一個空白的 一個工作表 那你可以利用資料 從檔案 去把什麼呢 把這邊總共7個連結 OK 把它 分別怎麼樣 把它複製 然後呢 試試看貼過來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變成一支城市 可以把資料全部 爬下來 OK 我們就要聽著 很久不見 我們就要聽到 但是這裡 現在 我們會說 留意 我們會想和你 看來 我們會想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